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今天揭晓是由法国小说家莫迪亚诺获奖 他得奖的原因是利用追忆的手法 唤醒人类最难以捉摸的命运 并且揭开了作家的生活世界 莫迪亚诺的作品不像以往获奖者的作品晦涩难懂 反而是比较平易近人 那么他将得到大约3766万元台币的奖金